不过说到勇士这个称呼 在这三位勇士当中 可能有一位小姑娘了 她可能不太敢这么认可自己 OK OK 我知道你在说哪一位了 那就是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跟我们有见面过的那一位小姑娘 叫卡奇纳 对吧 卡奇纳是货真驾驶的 回身之子的古名持有者 而她的古名乌沙伯蒂 乌沙伯蒂 意思是坚强 坚强 虽然她自己并不明白 虽然为什么会被赐予这个伟大的名字 因为有很多古代的英杰和先烈 他们都曾经持有这个名字 但是她认为她既然得到了这个殊荣 她就有义务参与 在圣火竞技场举行的归火世界巡礼 虽然她一直屡战屡败 但是她也屡败屡战 所以她真的很坚强 在我们看来就是这样一位小姑娘 她每次都能坚持参加 那我觉得应该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她的这个载具 我们把它叫做冲天转转 也就是大家看见的那个像钻头一样的载具 我觉得也一定能帮她在比赛中提供一定的助力吧 那首先卡奇拉就像大家看到的那样 她其实是一位炎元素神之眼的持有者 那么她也会通过自己的技能来召唤出 刚才我们一直有聊到的那个 冲天转转 冲天转转 就是这样一个像钻头一样的载具 那么她也有不同的方式跟冲天转转之间进行交互 比如说她可以直接骑乘到冲天转转上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提供快速移动 攀爬墙面 以及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去冲击地面来攻击敌人 那她同样也可以把冲天转转当作一个单独的战斗单位进行召唤 那么她也会独立地产生炎元素伤害 而她的元素爆发会划定一个施工场地一样的领域 那在这个领域里面呢 其实冲天转转也会获得一些强化的能力 除了这些战斗的技巧以外 那卡其拉当然她作为部族的勇士 也有一些当地人的从容 那么她熟悉大塔的当地区域 也就是说她可以在玩家探索过程中 在旅行者的小地图上显示纳塔区域特产的位置 特产雷达 没错 而且她在去和纳塔的一部分采集物交互的时候呢 还会去恢复全队的体力 这也算是四星角色里面 她就特别能够帮助我们去 进行大世界探索的一个好帮手了 旅行者们呢 在纳塔的磨成任务 也就是荣花与炎日之徒这样一个磨成任务当中 开始后不久就会遇到卡其拉 那随后她就会很自然地 加入到主角的冒险任务当中了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卡其拉的传闻 郑市的还给你 进行用的